新庄施眼夜市 来到新庄施眼夜市 它这个入口的地方 有一家是号称八两种的鸡排 这家鸡排是爱排队的 像这么大的鸡排应该是属于豆鸡 豆鸡的鸡排才有足够的八两种 这在新庄超人气是要排队的 这家超人气的八两种的鸡排 它是属于爱要排队 已经四点多钟五点钟就大排长龙 这是在新庄施眼夜市爆红的入口市 这家超大的鸡排 它是属于现炸的鸡排 这鸡排要好吃 这个油必须不能重复 而且这个鸡肉一定要虚先 而且还要炸的外酥 所以这一家八两种的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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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号称枝兜味 这个老板忙得不停 一个是炸鸡排 一个开始豆 就是大排长龙 所以这一家是施眼夜市里面最爆红的一餐 我们来到施眼夜市这个入口的地方 它有一个这个鸡排 它在五点就开始大排长龙 新庄施眼夜市这一边 入口这个地方 有一家鸡排 它现在已经排队 排得蛮长的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 这一家是小鹿梅花糕 小鹿梅花糕超特别的 这是超罕见的 这应该是老板自创的美食 建筑在新庄施眼夜市 这一家是从早到晚都要排队的 我们观光客来到新庄施眼夜市 必来品尝这个小鹿梅花糕 这也是超稀有的 它里面有丰富的食材 它也要经过一个非常繁复的 一些手工来做完整 所以这一道美食也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少超有可感的 这些食材搭配的非常的丰富 在新庄施眼夜市 观光客来到这里必来品尝 这种小鹿梅花糕 这一家超特别的老虎小鹿梅花糕 这一家是要排队的 我们来了解它到底是哪一方面的美食 我们看到老板现场做的 有这个应该是红枣玉米 还有这个干红 然后再下去吃 超特别的 这一家超特别的美食 所以是要下汁 应该是用蒸的 这个是要时间 但是它的料相当多 它有一种 这一家超特别 也是超人气的 小鹿梅花糕 所以從進駐在新莊西岩夜市 超特別的 我們觀光客來到西岩夜市 必來品嘗這一家超特別的美食 這個在其他的夜市是沒有看到的 他進駐在新莊西岩夜市 這一家超夯要排隊 超元氣 這一家叫小鹿梅花糕 超特別的 它這個是有實力的 它裡面是蠻多的料 這看起來是蠻麻煩的 一道麻煩的美食必定是好吃的 這老闆跟老闆娘手忙的不停 它是排隊的 這家小鹿梅花糕 它是要排隊的 也是超人氣的 也是超有實力的 在新莊西岩夜市 涉湯 進駐在新莊西岩夜市 這排隊的好長的這些人潮 這家超人氣超寒的 這家牛排 它是來自於宜蘭 宜蘭來到這裡攝灘的 它的牛肉 它的牛肉 豬肉 超新鮮的 就是現場來吃 這牛排超大塊的 這個豬排超大塊的 它從宜蘭進駐到這裡 這個肉是超新鮮的 這是現場做的 這看起來是超有口感的 超刷屬的 超順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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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肉是超新鮮的 我們觀光客來到新莊西岩夜市 必來品嘗這家牛排 這家牛排超新鮮 超大塊 超有口感的 在西岩夜市 我們發現到 有一攤是平價牛排 在這裡 進駐 這家牛排 它有牛排 雞排 豬排 還有義大利便 在這裡 也是非常爆紅的 超人氣的一個攤位 所以這家牛排 超順口的 超順口的 超有口感 我們來開箱 來試這個牛排它的口感 超新鮮 超新鮮 超滑嫩 超好吃的牛排 這醬料 這醬料下的 好 好有口感 吃起來很順口 這牛肉超滑嫩的 超好吃 我們再來試一塊 我們再來試一塊 確實好吃 非常好吃的牛排 超新鮮的 大家好 我是老師 今天我們來新莊 獅元夜市 我們來探討 獅元夜市 它在短短的一個多月 就爆紅 我們來探討 獅元夜市的秘境 獅元夜市在新北大道 和獅元路 這個交叉路口 也就是新北園區的折印站旁邊 獅元夜市 它是在限定每個星期五六日 它下午四點鐘到凌晨一點鐘來營內 它位於獅元路跟新北大道這個交叉口 也是新北園區的這個折印站旁邊 獅元夜市這裡屬於比較小的規模 它大概有四十灘位左右 獅元夜市它位於新北大道三段二號 新北城內園區 它是在一百一十三年六月二十九號來開幕 在短短一個月就爆紅 我們來探討它的秘境 新莊有一個比較久的夜市 老一輩子俗稱它新莊街夜市 現在稱為新莊廟街夜市 它是在新莊的新莊路 它大概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然後在虎人大水旁邊 也有一個虎人虎大夜市 它是在二零一八年來襲燈 新莊還有一個西聖夜市 西聖夜市大概有三十年左右 這是新莊幾個夜市 這四眼夜市是忽然間 在一個月當中就爆紅 全世界的美食在台灣 台灣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我們觀光客來到台灣 必來品嘗台灣的美食 台灣有本地台灣傳統美食外 還有這大陸的老鄉 它帶了很多大陸過省份的美食來到台灣 還有客家美食 原住民美食 還有我們這個建村美食 台灣的建村美食 還有山東饅頭 它是比山東更好吃 臭豆腐是比大陸還更臭 臭豆又很香 非常的好吃 現在越南外配 已經來到五十萬人 這已經發展到 越南美食 也在台灣本地化 還有韓國五花熱泡肉鹼 五花熱泡菜鹼 這個已經普及在台灣 四個南北夜市裡面 還有印度美食 Tort腐和苓酪 Ama 非常的多 我們來到台灣一定不會品嘗台灣的美食 台灣的美食是全世界一級棒的 現在看到這間是秋季實驗針靠 這些炸物大概有30種 在這絲眼類似是超夯的 超有人氣的 因為它是直銀的 所以它特別便宜 它超新鮮 超有口感的 它建築絲眼 心中絲眼類似 超人氣的秋季絲眼探討 我們來到秋季探討 它是實銀 在絲眼夜市 也是一個超人氣的一個攤位 我們來探討這絲眼夜市的秘境 今天我們來到絲眼夜市 我們來到這裡有一攤 秋季實銀探討 我們來探討它的秘境 請問你貴姓 姓程 我們這裡怎麼這麼便宜10塊錢 我們總共是那邊都會有蒜肉網 就是費大量 因為我們秋季是全台連鎖的 我們的量大 它會跟肉品商那邊 把價錢壓低 把價錢壓低 對 就給我們客人 所以我們觀光客 來到台灣絲眼夜市這裡 必來品嘗 我們大概有幾種的口味 我們大概有幾款的款式 我們品項目前的話 有大約將近30種 30種 對我們越來越多樣化 我們大概講幾種 你們比較要推施的 這一些食鹽探討 我們主要推的嗎 這是我們小說大襪的 這個雞翅雞腿一個食物圓 雞翅雞腿 還有這個七里香雞屁股 雞屁股我們熱銷的 還有這個是什麼 棒棒腿 棒棒腿 還有這個是糯米腸 對 這個是熱狗嗎 這個是德式香腸 這是德狗的香腸 煙燻脆 這是台灣的香腸 一般豬肉香腸 還有這個是香菇 對 這是香菇 還有豬血糕 米血糕10元 還有甜不大 這麼大才10元 這個20元 一個20元 一個20元 還有豆干 對 旁邊那個是肉鹼是不是 這個 培根包筍絲 培根包筍絲 這個很棒 這個很特別 筍絲本來就很好吃了 對啊 口感不錯 脆脆的 還有這個 三盞 都有了 都有 豬肉 牛肉 豬肉 雞肉 都有 感謝你喔 不會 我們來到石岩路 這裡有攤秋季石岩炭烤 它這個 肉品它是大批花 所以它肉品 肉品超便宜 陳陸你貴姓 姓陳 陳 是 我們這一攤怎麼會這麼便宜 因為我們全台連鎖 然後加上我們的肉量 就是我們自己有公司有一個串肉網 那因為肉品的量大 所以我們可以把肉品的價錢壓低 那 前台灣省的石岩炭烤 都是你們 這家集團的嗎 對 都是秋季嗎 對 我們秋季是從南部幾家 然後一直往北上發展 對對對 難怪 南北都有你們 秋季石岩炭烤 對啊 這一家在石岩夜市 是最爆紅的一家 是超人氣 便宜又好吃 因為它壓低這個熱品的價錢 是 而且直接從批划商進來的 所以它的東西是超新鮮的 所以這一家是超人氣 款式大概有三十種左右 是 感謝你喔 好 大家謝謝你 好 好 在這石岩夜市 這裡有一攤秋季探討 它是石岩的探討 這裡款式非常的多 超人氣 因為它是大批商 所以它把價格壓下來 所以在這裡是最爆紅的一攤 來到這裡必來品嘗這個 好吃又便宜的 這石岩炭烤 秋季石岩炭烤 這一家是石岩秋季探烤 在這裡是超人氣 這一家也是要屬於要排隊的 這一些攤位 它是前史連鎖店 秋季石岩炭烤 這裡還有一家秋季石岩炭烤 因為它是直接直銷點 所以它是超便宜 超好吃 超新鮮的 這一家是石秋季石岩炭烤 這一家石岩炭烤 這一家石岩炭烤 它是石地用炭火來烤的 我們來炭它的祕境 所以用炭火在烤 這是水軟火 非常好吃的 我們來到石岩夜市 我們來檢驗這裡的衛生 它這裡有放一個超大的這個六色桶 我們來在檢驗這個地上 它的地上是超乾淨的 一張紙碎都沒有 這間是石岩夜市 超乾淨的 這一家也是超衛生的 好 謝謝 來到石岩夜市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家超特別的 養生白甘蔗汁 它在這裡種的白甘蔗汁 這是現場壓榨的 這一家超超好喝的白甘蔗汁 這一家養生白甘蔗汁 進駐在新莊石岩夜市 這一家是超養生的白甘蔗汁 這些都是台灣這些傳統的白甘蔗 這白甘蔗可感相當好 我們觀光後來到新莊夜市 記得買這一家養生白甘蔗汁 這一家白甘蔗汁超好喝的 這些白甘蔗汁超養生的 它是現炸的天然的 這些沒有添加任何化水 來自於大自然來自於天然的白甘蔗汁 這裡也有一家白甘蔗汁 我們逃到可可的時候 這裡有現炸的白甘蔗汁 這家白甘蔗汁 它是用白甘蔗 然後現場來壓榨的 這些我們是看得到 現場看得到 這是台灣傳統的冰品飲料 這些是剛炸好的 這些白甘蔗汁 在新莊濕眼夜市來攝灘的 這家養生白甘蔗汁 它是現場炸的 這衛生看得見 這是超養生的白甘蔗汁 現場在新莊濕眼夜市 這老闆親自來炸這個白甘蔗汁 白甘蔗汁 這個衛生可以看得見 這是超有殼感 超健康 超養生的 超養生的 甘蔗汁 這白甘蔗汁在台灣 是非常養生的 我們觀光客來到這裡 必來品嘗這個白甘蔗汁 這殼感相當的好 相當的順口 最佳養生白甘蔗汁 最佳養生白甘蔗汁 它是現炸的 超新鮮 超有口感的 養生白甘蔗汁 它進駐新莊濕眼夜市 最佳養生白甘蔗汁 它是現場壓榨的 最佳養生白甘蔗汁 超新鮮的 超有口感的 它是現場壓榨的 新鮮衛生看得見 進駐在新莊濕眼夜市 今天濕眼夜市的片就拍到這裡 我是老師 感謝你的收看 食飲夜市 美食無限 我們下期再會